嗨 大家早晨 現在是清晨的5點多 和你們一起開試這個新一集 神祕祖就 其實我們今天會乘6點鐘的巴士 去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 Belgrade 現在6點鐘車 它就會點多鐘到 票價方面就是 23歐一個人 即是200多港幣 我們去到再見啦 拜拜 以後我們在做甚麼 前進 開 1 季節後 歡迎大家來到一閘一次的一圖看樓雜誌 首先我們看到一個Airbnb的一個中的 但不用理會它 這個類似鐵籠的地方 就是接下來我們會住7天的地方 再說一下這裡的價錢 超級便宜 首先進來這裡有三間房 剛才這個價錢就是200多港元一晚 大家可以設置到200多元的房位是甚麼質素 好 準備 一進來先說一下左邊 左邊這裡是廁所 讓你們看看廁所是甚麼樣子 就是這樣 都挺乾淨的 然後轉過來 這裡就有一個很大的廳 其實是超級乾淨 然後有一個大電視 這裡有一個廚房 洗衣機 洗碟機 應有的都在 然後這裡有一個隱藏的垃圾桶 哈哈 好 繼續走 走到這裡 這裡就有一個類似露台的物體 看一下景色 都不床 看開樣子 好 繼續說回 右手邊 有一間大房 有一張大床 左手邊 兩棵架床 小房 但以上就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會在這裡休息七天 過幾天再帶大家出去玩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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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早晨了各位 已经过了几天了 来到这个Belgray的时候 今天是第五天了 第四天还是第五天 第五天 我们终于要出去 我们前几天都在家里剪片 所以现在我们 有时候报告了 我们已经出到第十七集 没人关心我们了 我也知道没人关心 但我给自己提灯 自己知道是来到Belgray才出到第十七集 Belgray 其实就是在 多鲁河和塞瓦河的一个交汇处 所以稍后会带大家去看 我们现在隔了一条街 慢慢走差不多一个多钟 去第一个景点 只拍着他 不是只拍着我吗 拍都没有拍 不要拍啊不要拍啊 素眼啊 好 吃完饭之后 来到第一个景点 这个就是聖沙教堂 看他 你就知道他有料了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东正教堂 上网看的时候 那些Vlog 不是那些Vlog 那些全部都在说 半年前至一年前的那些 都说他装修了半年至一年 还在装修 那我以为我们这次来到没有死 不会装修 但是呢 在门口呢 好像还在装修 依然还在装修 没错 那我们也进去看看吧 Go 好 我们一起进去全世界最大的东正教堂 看看他 里面是什么葫芦 买什么药 好 哦 在装修 在装修 真的在装修 在装修 它装修到 完全是这块布 直接是里面都不让进去 对哦 先看看 但它真的超大 超高 希望能进去 这里不用进去 各位 床睡 哇 好刺激 试过商场 什么 我们下一次商场 都不像教堂 这些 可以说死 对哦 对哦 但它装修到那些床很新 很漂亮 大家有没有去到五星级酒店 大家有没有去到五星级酒店的感觉 对哦 大家有没有去到五星级酒店的感觉 喂 来啦 我们小声点 不要吵人家 哇 真的装修了很多 好 好 我们再走前多一点 看看 现在好像暂时只开放到这个位置 我们听到左边人唱盛诗 好 这里也是封锁了 应该不能再继续走 我想暂时开放就是这个地方 那我们 出去吧 好吗 出去吧 来个三百六给大家看 好 那我们刚刚就在这个 这个 姓塞瓦教堂 姓塞瓦 对不起 姓塞瓦教堂 这里出来了 那我们呢 其实这个教堂 感觉到如果它完全开放的话 又是世界第一最大东正教堂 这个堂 当之无愧 是的 但是就 我觉得我们已经算很好了 刚刚进去里都见到那些 金碧辉煌那些位置 它都装修了一部分 开放了 让我们进去看 它有四个门口 应该 但是它现在只开了一个 然后其他三个门口 应该是那些主礼拜堂 而我们刚刚进去的那些 应该是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 宴会厅休息 休息的地方 但是都真是很漂亮 很大的 是啊 那我想 你们看到这段影片的时候 它应该又装修了多一点 到你们真的来的时候 希望它已经开放了 它其他三个门口 刚刚提到的三个门口 全部都已经没再打开 被人进入 全部都是围住了 所以刚刚那些就是我们 可以看到的东西了 哈哈 如果一年一个门口 应该要多三年才能 全面开放 因为我看到去年的人 还是里面都 残残够够 哪里都不被人看 但是我们已经有 今次有金壁廢户了 那就 大致上 这里就看到这里 接着我们就去 看一个景点 带大家走一街 好了 我们走完这个 东正教教堂之后 我们穿过这个市中心 我们来了这个 斯卡达里亚步行街 这两条步人街最主要 两边的都是一些 塞尔维亚菜的餐厅 所以如果你想吃这个 正宗的塞尔维亚菜 你就可以考虑来这里了 这里是没有东西的 就是想吃饭才来的 他们晚上就会有些 古 塞尔维亚的文歌 还有会穿古代的民族服饰 这样在那里跳舞 那么说一下这条街 其实这条街很有格调 刚刚转进来的感觉 尤其是我们经过市中心 转进来 在一个很modern的环境之下 转进这个 这么有复古味道的街 也感觉上好像穿越 像汉笑龙穿越去秦始皇 什么 汉笑龙 何解你会在这儿啊 蛤 对了 就好像来到 古代的塞尔维亚 你都没来过古代的秦国 你都没去过秦国 汉笑龙而已 我看过汉笑龙 干嘛 有关我事啊 不如讲一讲 这里的餐厅 外面做招来的女生都很漂亮 那个笑到 好像连不吃东西都想站在那儿看看 对了 那总之呢 如果想吃地道的蔡维亚菜 那就记得来这条街啦 在这个 Republic Square旁边呢 就是另一条很出名的街 这里应该是商业街 跟刚刚那条蔡维亚菜单街不同 这条街就叫做 米哈伊洛大公街 我经常跟他讲完你的地址 他都不记得要我讲 米哈伊洛大公街 那其实这条街呢 跟大家讲一下 它是 等一下 我带我夾 米哈伊洛大公街 1 2 3 4 OK 先讲讲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最集中的一个商业区 而也是全个蔡维亚 这个国家最贵的地段 哈哈 又是这些 没错 是所有类似香港的 就是铜锣湾中上环 那些购物的地方 所有名牌都在这里 但是 我看这个国家就没什么 LV 那一类 眼见是没什么奢侈品的 那些奢侈品的 但是 它就有 Sara H&M 那些 现在我们都 都是万无目的的了 在这里 纯粹感受 哈哈 好笑 嘿 条条欧洲那些 说 什么全世界 什么全国地方 最贵的地段 那些街呢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现在VLOG了 5分钟 最后你们自己计算 最后会出现在 画面有多少分钟 你知道我们剪了多少 可能这一句都不会一句 哈哈 哈哈 就凭你这句 我就剪我们这一句 我还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由旅行到现在 三个多月 就是有个计划 哈哈 对了 如果你 如果看这段片 你是FBI的话 你可以沙沙 可以跳过30秒左右 FBI开门 我们经常见到欧洲那些小朋友 好有趣 肥嘟嘟的 手上的竹瓜 那些萝莉 我们经常都说 萌生的这个 老酒萝莉计划 哈哈 看到这个事件 真的觉得很令人心惊 什么叫做人面瘦心 那我就是这种 那看回呢 这一 我们看呢 就觉得就是这种人 哈 说多一点点 这里应该是我在赛尔云 Belgrade 这里见过最旺的地方 来的 其他地方 包括我们住 和刚刚 外面大街市中心 都没有这里那么旺 好了 我们之后去哪里 我们说完 我们接着呢 最后一个景点呢 就是 不是 我先去到那里 再告诉大家 拜拜 立即就要看 买哪些关子 好啦 我们真的来到最后最后一个景点了 这里呢 就是这个 Belgrade的一个要塞 那就是 给一些 Belgrade的那些市民呢 休闲和休戏 一个好地方来的 在那里 好 那我们见到呢 隔壁就有 珠洛记 对 有些珠洛记 那 那 就 再隔壁呢 就有两旁 有些Langkeng 在那里 打籃球 其实很捨异 在一个城堡 包着你 可以打籃球 做运动 对啊 所以这些人 我想集中都在休戏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公园 那 还有呢 前面我们现在走的 就是 卡来梅格丹城堡 这个城堡 又是见证着 这个 Belgrade的城市 那其实我觉得 这里真的 好个维园 好个维园 对啊 它有很多球场那些 你用维园来 比美 对啊 你看旁边有些 军事坦克啊 直升机啊 战机啊 对啊 这里是 以前是说什么 是巴尔干的 军火库 其实它一直打仗 打到1999年 所以 其实都值得去看一下 我们来远 已经见到咸蛋王 现在追着太阳 我们正在去看看 看有没有那些 游戏 可以看到日落 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 看到这里的日落 不希望和大家看 不希望和女生看 不希望和女生看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旅程中呢 经常性都已经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呢 譬如说 星托里里那些 你见到一些 真的好漂亮 好漂亮 好浪漫的景的时候呢 在你旁边的那个 竟然是个脑子来的 真的好好的 真的好负面的 其实这个日落 真的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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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惨 不如一直vlog 带大家走下去 我带 我要和大家一起看 日落 都不同 和个 男生看 哎呀 我们观众的百分之一 70%都是男人 对呀 我们观众的百分之一 70%都是男人 哦 哇 哇 哇 真的好漂亮哦 不行 我吸不及待 在这里就要给大家看 哇 超级浪漫 有没有女观众可以和我一起 在这里 准备了 超级浪漫 敢拍不好看 我给你第二个 第二个角度 给你看 不过 按摄了肌肉 中文章 好了,我們去到這個看夕陽的最佳點了 最後跟大家介紹這個地方 夕陽那邊是薩亞河 左邊是多勞河 對了,就是你們經常聽藍色多勞河的歌 我講的多勞河就在這裡 Belgray這個地方就是多勞河和薩亞河的一個交會處 正確地在我們背後 去音樂 沒有的 去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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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i sad